AZ 7.5 爆发8.3 是 他上一局是有一波很高光的爆发 对 单局8淘汰 名 7.4 是情理之中的是 直接开眼 莫子得追着眼 缓不了手啊 没有顶的几步 扫了下来 小海这波确实没法缓手 对手人太多了 112抽下来一个 0枪抽到了 小海一撕起 上级重播了 先回来这波的打架 天枪拉出这边 鱼人放到了一个 路路想找机会 从侧翼绕过去 背后还有人啊 过点啊 差点被打 这边路路就放倒了鱼人 RBS这一波正面接团又出了问题 这位置退一下 看队友能架吗 没有 队友已经没了 天梅也被淘汰了 天梅之前小海就掉了 所以这波是三个 一起了 挖马一波 刀片超车 六腰紧随其后 又要攻大白楼 上去攻大白楼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这就是宁家 怎么感觉这个话 没有四层相识 对 就上一局 DVC的大白楼 重播了吗 一样的模型 一样的模型 但是Code侧面被秒了 冰击波已经贴过来了 人家一颗火烧起来了 Spaceman在救人 拉位置 想从二楼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脚步声被听到了的 Code趴这个位置 哪都待不了 Code没有任何的生存的角度 他在小房间里面要吃道具 回去这个过点又太大 很容易二倒 DT拉过来 往Bassman的位置 投掷手雷 另外一侧主动拉出 又打一个 巴马也倒了 只剩最后一个了 剩太空人 老一个 补个人头 拿一分等DT来攻 这个房子跟大白楼比起 就太好攻了 XCG摸过来 这波泡泡可能不知道 屁股危险 等一波圈形的刷新吧 现在XCG也不着急动 萨萨还没有被按住 对我在开车来的路上 匆匆 飞车而至 直接上房顶 看到过点好帅 崔奇这波玩起来了 所以这个车是 就是特意飞到这个位置 找一个 再来 这太帅了 心流水 是 小姐他们也来了 四个人同时 围剿大白楼 打比赛最秀的男人 又上角 Pero跟SMS疯狂乱 相同的位置 Pero现在还有两个 三个 AZ马上就要来了 轰轰乱炸 但是好像 炸了一点点伤害 没有灌进去 75被烧着了 拉过来直接腰身 还打了一个 想直接补没机会 有补枪的队友 还好 队友很快速的反应了过来 还能把人给扶起来 天霸的攻防 来看一下 天霸怎么攻 这个大白楼 旁边有车路过 悟空要来 劝架 催急喷了一个 位置已经被锁定 一波协同拉枪 再摇射 直接追着打 小九九发子弹 是小凯把这个人头收掉了 DT分数被两支队伍拨完了 悟空反绕了一波 那这个厕所一进的话 就是纯凭天翼了 被锁死了 对 这个地方很难出来了 车也没了已经 等XCG跟CTG打架 换一个 有麒麟臂的男人 有点 K远了 他这个地方 如果再往前拉的话 远处枪械是能打到的 对的 捕了一个侧面的烟 开始对天路进行输出了 正面的事情还是要解决 四阶段两支队伍都不在安全区内了 小唐摸到了纪念 对枪 不连打赢了小九 小唐侧面把小凯打了 GFS还能修得到 一盒顺暴 把翠奇炸倒 听到了小唐的移动的声音 再来过来 防顶高大跌 巨大的优势 这围墙七七一个了 Fly in 都没有掉血 防顶战神 XCG还是得往四阶 踢到近点了 墙子一个人架了过点 没有把人打掉 再推到反坡 泡泡的一波出枪 Omega倒地 近点直接可以压的 天鹿想劝 但是被悟空限制住了 来了就在围墙 黑猪也没有打过 王思草洗头成功 跳窗 击前枪 没有被反秒 打头了 拉过来一个补枪 但是还是被补了一个兄弟 这火力车 Barry的火力车 有一种 Rack的画面感 太恐怖了 在最后 先打了一个 打下联打两人 高打地有硬的视野优势 不过只剩最后一人了 只剩木子里在二层 围墙不着急 先把人给拉起来 这个车流过来也没有听到 小鸣打了鸣鸣 楠楠急于还击 走平 正好落在脚边 连扎带枪先 不过这个小叮当的 这颗手雷也是将黑丝妹妹给放倒 冯彤赶紧拉起来 所以一直在定方 另外 因为木子里想要 摸出来 但是位置被锁定了 但是这一分是被白龙马给拿的 男的过点被锁定了 云远和南少两个人是贴到了大仓这个边缘 刚好这个位置在圈 牛还 天鹿来了 贴到脚下 全是大残血 两个残血 两发手雷把人给解决了 从头位置被锁定 很迅速 17把天鹿给接了下来 瞬间结束 前后加起来没到五秒钟 这位置也只能买 但这个位置暂时还没有被人知道 捏了个雷直接扔在脸上 雷配上枪线 但是这太多了 这波New Happy也是被解决 嗯 特别一个简单的补枪 目前没有人来劝架的 可以把人扶起来 马鲁对面的IBS要寻找竞选的机会了 苏九和Flye两个人一树之隔 好准张大哲 好准张大哲 伊赫雷直接塞到柠檬嘴里 KRG还是拿到了排名分 这个Flye要出事 要出事 埋了很长时间 正好是抓住了对方出手的一个timing 先打了一个 还能继续打闪继续操作的 Legos能架住 高点有枪线 又打一个 难道说 哎呀还好这一步稳住了 伯良来了 一把喷子 对手大惨 这波接下来了 小五虽然打赢了 但是劝架的人马上就到了 张大哲上来就能看背身 一个脑壳 机会来了 想服人 这波直接接下 四打四打二 哎这边先手打了过的VL 目前Flye是三人编制 想要丢蕾 哪时候被给了一枪头 要往后撤 这个位置不能再倒了 侧身的蓝薄 有还没有到位 马上 Flye再往后的稍微退一点 再防守 很准的一颗雷 Summer被炸倒 正面还剩RTOM一个 蓝薄侧面先打一个 路过枪需要封一个RBS侧面掩 再秒一个 还剩最后一人 机会给到了RBS 正好抓住了JFlye和Flye打的 是的 两败俱伤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枪线拉开了 枪线拉开会有点危险 但是这一波还好Flye已经稳住了 一打二 蓝薄被带走 想拉人的话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看到了 RBS 难道说剧本要来了 想想拉人 好 就 了